这些大型商场里面少不得有电影院 而大陆导演冯小刚 岁末年中就推出了新片电影1942 时间背景设定在抗战时期 为了真实还原裴都重庆的风貌 特别跟重庆政府合作 耗资1.3亿 打造了一条民国街 也作为日后重庆影视文创产业的新基地 投高 这是今年大陆最震撼的电影 导演冯小刚再次展现 驾驭史诗场面的控制能力 与平时洗练的叙事技巧 你让我逃了个幻灭吧 把我买了吧 你跳明这两块冰盖 电影描述1942年发生在河南 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千百万灾民被迫淋香未尽 正值艰苦抗日的国民政府选择漠视 很多人每天都在死亡 很多人都在逃到河南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真实呈现上个世纪四零年代 抗战迁徙历史 陪都重庆肯定得好好复刻一番 走遍大陆大江南北 你恐怕很难看到一个城市 或是一个地方 能够这么明目张胆地悬挂 晴天白日 懒地红的国旗 两江影视城距离重庆主城区 近两小时车程 在淳浦静密的乡间小村 一条民国街 浓缩了那段永至不渝的烽火岁月 也是重温1942的好所在 说1942是在这里拍的 本来没有抱太大失望 然后结果来了之后 发现这里真的很有 那个国民民国时期的老重庆的感觉 我这是国军抗战期间的 真实地把这里还原成民国的历史 历史的感觉 电影拍完了不拿紧 演员走了没关系 这里有的是办法 让您自己穿越变成大明星 对这个国民党的女装是最好租的 为什么啊 她们觉得很帅气很气派 因为在那个年代 三四十年代 国民党服装应该算是很好看的 她带点美式的感觉 要说街上最火的商家 非服装租赁莫属 老板梁伟是重庆人 本来从事传播行业 看着电影热效应 抢先进驻 女人 要不要把杨长了 什么钱 别打开 别打开 对啦 你这个闪的感觉都坏了 因为那个时期的那个服务 霍小姐 旗袍 军装 学生服统统都有 租一套半小时 收费三十块人民币 鞋子配件另外计价 照样供不应求 一天的租赁服装是 两千到三千之间 可以 每天你看看吗 这个是传流不息的 人流不断 我们五个店员都忙不过来 楼上楼下 转个弯 一家裁缝店也能别出新材的 让游客尝到属于 老崇敬的味道 有点穿越的那种感觉 半年来过一次 现在大变样 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这一看呢 还有点 老崇敬 老崇敬的感觉 这条街道我们去拍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 因为真的是做得太逼真了 开机 开始 到我们把这条街道给炸了 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 现在会很可惜 而且剧主为了恢复这条街道 在我们拍完戏之后 也专门留了一堆人马在那边 把它恢复成了原貌 这条民国街耗资一点三亿人民币打造 由两江新区政府出资建设 1942年电影剧组设计规划 从近万张历史照片中描绘出属于大后方的独特气息 三百公尺的街道上 六十六栋中西建筑 没有一道门 一扇窗 使用相同设计 还刻意收集旧木桩 旧石派打造吊脚楼十百路 只为生动还原 陪同气派和老重庆的风貌 也是从那个桩混和水泥结构来看 它耗资不多 只有四千多万 但是我们后期 为了把它做得非常像民国时候的那条街的那些街景的话 就是小元素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小广告 民国街只是整个影视城第一期项目 11月底开街营运 尽管目前商户不多 但依旧吸引大批游客 少则五六千 每逢降业更是超过一万人次 明年我们要新设 就是我们这个街景的一些新的规划 比如说我们要复制一些 民国时期的政府官邸 民人公馆 以及有标志性的精神堡垒 抗战的纪念碑等等 来丰富这条街的一些元素 然后把它的整个体量呢 可能做到五万平方米左右 重庆快速的发展 让大量的抗战遗迹 隐漠在都市丛林中 尽管民国街只是复刻版 有了电影的光环 这段逐渐淡去的历史印记 也能步上星光大道 找到商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